原标题 全省推进省会建设发展工作会议传递这些重要信息 11月26日下午 河北省推进省会建设发展工作会议在郑定县召开 省委书记王东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晴主持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袁同利不述有关工作 省领导同建明 沈小平 王小冬 张古江 徐建培 李谦出席 省委常委 石家庄市委书记行国会会报工作 王东峰指出 石家庄市镇定县 是习近平总书记工作过的地方 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高度重视 寄予厚望 对石家庄镇定更是充满身心 非常关心 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河北和镇定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切实在学等弄通做时上下功夫 见成效 突出目标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上下一心 分工负责 齐抓共管 省职各部门都要大力支持石家庄的改革发展 合力推进省会建设发展走在全省前列 切实发挥好石家庄对各式的示范带动作用 王东峰在对石家庄和镇定县工作充分肯定的同时提出了六方面要求 一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上走在前列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自觉渐行四个意识 不断增强 维护汉捍卫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的思想自觉 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 强化理论 武装 坚实领导带头 抓好干部理论 培训 自觉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 忠实实践者 有力传播者 注重融会贯通 把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与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论等结合起来 更加坚定自觉的忠诚于党 忠诚于党的事业 忠诚于习近平总书记 坚持学以致用 把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要思想 重要观点 重大判断 重大举措 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 体现到党的建设全过程 忠诚担当 拼搏奋进 确保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二 要坚定不移掉结构促转型 再推动精心系协同发展上当好排头兵 坚持稳中囚禁 工作总基调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坚持质量第一 效率优先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大力推进精心系协同发展 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输简 主动对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打造提升一批国际国内合作平台 大力化解过剩产能 坚持保大压小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优化产业布局结构和产品结构 促进体质增效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打造省惠和河北经济新增长期 大力发展现域经济 加强裁员建设 把现域经济做大做强做优 三要依法铁腕之屋 再加快营造良好人居 环境上荡好极先锋 坚定必顺信心 创新方式方法 加强考核问责 确保实现今年大气污染治理目标任务 率先退出污染城市前殖民 强化对重污染天气的应对和处置 加快水污染防治 坚决打赢环境污染治理攻坚战 四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在改革开放上当好领头羊 加快科技创新步伐 集中力量培育发展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促进产学研用和军民深度融合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对既定的改革举措扭住不放 一抓到底 以更大力度扩大开放 抓住用好一代一路建设战略机遇 构建 全面开放新格局 五要多措并指挥民生 在推进城市科学规划建设管理和城乡统筹上 创建示范区 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民生保障工作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在产业扶贫 科技扶贫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上下功夫 建实效 完善城市功能 按照建设智慧城市的要求 不断提升城市科学规划和精细化管理水平 加强城市综合整治 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增创国家卫生城市 集中开展交通秩序整治 加强洪护区 老旧小区 城中村和农村围房等改造 通筹城乡发展 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六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在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当好事干家 各级党委要承担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 纪委承担监督职地问责责任 分管领导落实一港双责 树立正确用人导向 把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 深入推进党封联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运用监督职第四种形态 积极构建不敢辅 不能辅 不想辅的成效机制 狠抓工作落实 严格考核问责 抽调厅局及后备干部和年轻干部组成督察组分复各式开展大督察 确保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渐进有着落 事事有成效 努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许晴在主持会议时指出 镇定是习近平纵书 即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在镇定召开推进省会建设发展工作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石家庄是要站在践行四个议事的高度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刻理解领会王东峰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担起主体责任 很抓工作落实 苦干 实干拼命干 做到以促转型激发潜力 以抓创新增强动力 以致污染改善环境 以惠宁身赢得明星 以转做风强化保障 努力为全省改革发展 做好表率示范 省职部门要不断加大 支持省会建设力度 积极帮助解决问题 在全省营造关心服务 支持省会的浓厚氛围 奋力开创新时代 石家庄改革发展新局面 袁同利在会上对石家庄需要省委省政府协调解决的问题 提出了具体支持措施 他指出 省政府和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省会意识和服务观念 支持省会优化规划布局 提升城市功能 加快转型升级 改善生态环境 生化改革开放 保障改善民生 切实把支持省会建设发展 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来源 微信公号长城点证 责任编辑 张玉